据外媒报道 在今年2月份 英国威尔特郡一个农场发生火灾 当地消防员参与救火 并从火场中救出了两头母猪 四八头小猪 时隔半年 小猪们也已经长大了 在今日 他们被做成了香肠 农场主把部分香肠送给了消防队 为了表达感激和谢意 说到香肠的消防队表示 香肠的味道好极了 这也许就是天道 好轮回 昌天饶过水吧 根据浙江在线8月23日报道 8月22日上午 浙大新生中的390名佼佼者 在紫禁港校区 参加了主院新生选拔比试 在8月23日上午还要进行面试 所以我们的重点 肯定是他们做的题了 比如这道题 感兴趣的同学 可以自行暂停进行仔细观看 还有类似这种 电竞里为什么要安装镜子 弄瓦自喜是什么意思 所以你们答得出来吗 8月23日 在扬州利保广场 肯德基发生一起伤人事件 据目记者称 行凶者是一名女性 当时她来到肯德基餐厅后 拿底水果刀 对一名正在就差的女子 的被捕就是一刀 行凶女子捅人后 却说不好意思 看错了 目前行凶女子已被警方控制 而受伤女子也被送去医院急救 心疼这个被砍的妹子 就送一个土豆白西瓜给她 希望早日好起来 最近有的通知 刷屏了南方医科大学 同学们的微信朋友圈 校方将要打破男女混编住处 学生宿舍进行重新规划 作为广东唯一一所 私刑同身男女混数的高下 这一制度已在南方医科大学的 顺德广州两个校区 实行多年 评论区有个校友是这么说的 混住四指男女宿舍 都在同一栋楼 而寝室要么全是男生 要么就全是女生 8月19日上午 湖北滋江市某小区的高阿姨 被一阵大风关在了门外 然后就响起自己家里 和两只小猫在睡觉 就大声呼喊油条斗花 然后大门 窜进就开了 主人说油条和斗花 是两只流浪的中华田园猫 刚离养时他们才满月 现在都碰成这个样 突然感觉泰迪和哈斯基会莫名的挨打 驻军到了中国的提升性浪环节 这位同学的感谢 说明十四路公交车司机的复苏是值得的 视频能得到家长们的认可 我也很开心 感谢观看 天氣